在防守暑假的足球員歐陽耀聰 會盡量抽時間回自己開的餐廳幫忙打理 這間餐廳是他跟經理人Edison一起開的 歐聰喜歡煮食,對雞尾酒也有研究 世界杯之前他特意為32隊國家隊設計不同口味的雞尾酒 其中歐聰最喜歡的就是德國24味 我自己現在反而喜歡德國隊的24味 中國風得來有些西方味 因為兩種酒是混合的 有花雕和霍卡 所以這兩種酒混合起來 真的有些像中藥的味道 但又有些西方的酒味混合在一起 可以大家來試試 德國隊今屆分組賽出局 遺免失敗 真是24味般苦過DD 不過世界杯跟人生一樣,有贏有輸 最重要是有沒有隊友跟你一起贏一起輸 對歐聰來說,專門幫他實現夢想的Edison 就是這位隊友 好像小學認識他 小學我踢麥當勞是對他的 我決賽是輸給他 當時他是隊長的 沒有禮貌 很囂張的樣子 最後那場我們贏了 我贏了 馬上握手,這傢伙不同 他這件事還說到現在 他說要說一輩子 你說是否好球比我好多 我又不知道 我覺得大家聰明的地方不同 他的技術其實是不錯的 只不過他踢前空是進不到球 這是最大的問題 讀書年代,本來兩個是敵人 但因為一起玩花式足球 結果變成隊友 我小時候 貪過一件Like的球衣 而參加了花式足球比賽 世界盃需要一些人去表演 足球很難一對球出來踢 那時突然抓了幾個人去訓練花式足球 其實他的頭很厲害 你留意他的頭很大面積很扁 其實小時候他是主要表演頭的部分 我就是表演腳的跨球 我自己本來很想做 我幻想過自己的事情 我做不到 我放在他那裡 推他去做 我記得他會發了一段影片給我看 就是將額快那些 我記得有一段 要令自己沒得選擇就可以了 那時候我真的令自己沒得選擇 就斬了香港球會的路 我們只是想一件事 就是去到歐洲踢球的時候 這就是最終的目標 你過到去甚至乎機票錢 都未必可以買回來 所以你除了留下來就沒有東西想 葡萄那邊他真的馬上叫我去試 試完馬上再飛過來 再支持我 就是他一個 他還帶上所有東西 足球裝備 感覺到這件事是很支持我 緊張他的表現多於其他一切 有多少獎金 能否入球 都其前很看他的表現 很想知道他的表現 想他表現很多 想他接下來會接到很多廣告 會賺到很多錢 他覺得這次可以做 我覺得那些不重要 我是不太懂這些 我是去就去 但可能我對這件事 是有猶豫的時候就問他 他可以令我不去便去 不是每次都是Edison出把口 勾蔥出力 有時都會反過來 勾蔥是去到葡萄牙 才自己學煮食 因為他要生活 而且工資很低 所以自己煮好 他突然間煮一煮 那幾年煮一煮 突然說 不如我們夾粉開一間餐廳 我眼睛都突然開什麼餐廳 叫我練當煮食 就練到好像阿鼎爺 遲些有一天可以煮菜 就是因為一句 夾粉開一間餐廳 Edison又幫勾蔥實現另一個夢想 這兩位老闆都知道 踢球要用腦 搞生意更加要用腦 他們留意到 食物是手機吃先的 這個火焰燒雞 肉是很嫩厚的 但我們最後拿出來的時候 就會在客人面前淋酒 之後會著火 之後有得拍照之餘 又有得拍片 又好吃 所以這個是兩全其美 所以什麼都有 沒有這個 沒得輸 那次大廚就說 有沒有新菜式 不如嘗試弄魚豬 用西餐的形式表述 他要烘 要用火 做出來之後 他表現到西餐的感覺 給你的同時 他有中餐的魚豬味 但他用西餐的食法 由內到內的感覺 真的不得了 生意真是難做 又要些東西好吃 又要有堅力 跳路難走 他兩兄弟都習慣了 都是那句 最重要在球場內外都拍著照 看你自己有沒有一個 passion 如果有那團火 那團火焰燒雞 其實你做每一行都一樣 我指全新Facebook飲食專業 只想好吃 謝謝 謝謝